我不想知道什么事情 我只知道她是冥王之女 宁缺带着桑桑从荒原归来 正欲在这月轮国度歇脚 却不想这城中正在张贴着桑桑的画像 满城缉拿冥王之女 宁缺心中无奈 只得带桑桑寻找一处凶宅 暂且安顿下来 可桑桑体内的寒疾愈发严重 那幽冥之气直冲天穷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黑压盘旋 宁缺此刻还不知晓 两人的行踪早已暴露 消息传至西陵神殿 这掌教雄出末当即令罗克敌率队前往越轮 与之同时 天晴七年一世带着门人沙江而来 不仅如此 那远在千里的人间之佛 玄空四讲经首作竟也为此事出山 这越轮国都暗流涌动 宣杂的搜捕声惊动了熟睡的宁缺 立即便带着桑桑快速离去 可如今不论修行者或是寻常百姓 都在四处缉拿桑桑 况且又有黑压指路 两人哪里能轻易出城 宁缺虽是不惧这常人 可惜那书院定律 修行者不可对凡人出手 宁缺只好带着桑桑四处逃亡 无意间闯入了这都城白塔寺 此地乃曲尼玛帝进修道场 自有那结界庇护 可宁缺手中这大黑散粮式凡物 轻松破开这所谓阵法 曲尼心中一喜 宁缺多次辱其轻欲 又将自己那私生儿子盗势击杀 如今闯入自己地盘 自时要一袭往日情仇 当即就将手中缠杖击射而出 只是这曲尼玛帝实在是高估自己实力 还尚未交手 那本命缠杖便被宁缺一刀劈开 不过一招 那坡刀便架在曲尼巷上 哪想曲尼却丝毫不拒 嘴角中尽有两分星星 看来你和迷茫之女被追得很惨 这真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所以我们才来探望 好让您更高兴 曲尼只当是宁缺还在嘴硬 毕竟这白塔寺外 已是被人团团包围 就算你将自己挟持 也必插持难飞 宁缺才懒得理会这丝 将曲尼五花大榜亮至一边 自顾和桑桑打尽骂俏 曲尼身处佛门 对自己当年爱而不得本就记恨 趁宁缺出去打水之际 对着身旁的断掌 悄悄念起了口诀 不过片刻便发出一声尖叫 正开捆绑绳索 一跃而起抄起法杖 对着宁缺袭去 可却不想宁缺丝毫不拒这佛宗秘法 出手便是天晴手印 将曲尼重伤震退 谁能想到这曲尼竟会如此骁勇 发出一声惊天声响 便转身朝着窗户跃下 这所谓的大修行家 居然顶不住这三层小塔 想不到曲尼竟用生命激发全城怒怨 这凡人也不再畏惧命缺实力 对着桑桑便是拳打脚踢 我曾发誓不会杀死一个母国的人 但他们却逼我出道 我该如何是好 思索间 宁缺拔出了身后坡刀 将众人下着一边 朝着后边阶梯退去 就此时 七念忽然出现宁缺身后 十三先生 难道真的毫不联系世间苍生 非要护着冥王之女 七念在此 也不会让你带着冥王之女离开 也许你们都忘了那句话 当年我小师叔说过 哪怕千万人在前 我要去 那便去 宁缺说罢便要拉着桑桑转身离去 却看那罗克迪一声令下 那西灵骑兵纷纷朝着宁缺杀去 可炮灰终究不过是炮灰 这甲乙丙钉哪里能挡得住宁缺一刀 而罗克迪此举 也不过是为了拖住宁缺 带着玄空蒋经手作到来 将其降服 就看这蒋经手作踏步而来 身上金灿佛光乍现 当即引来万人朝拜 可宁缺哪会聚于此 弯弓搭剑 符文闪现 呼之便是一道原始三剑射出 却不想这僧人不过心念一动 这一剑便已落空 玄空乃天情不可知之地 蒋经手作更是隐世高人 我真没想到 你也会涉足红尘 冥王之女都出现在人界 我又如何能不来 倒是你为何还不离去